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R1我们说过了 它是一个模块 好,那么是不是R1模块下面只有Foundout这一个函数 并不是 所以说我们本节课再来逐步的介绍一下 R1模块下面的其他的几个关于正折表达式的一些函数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三个 R1.subsub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用于字符串的替换的 我们之前都是 实际上我们之前的一些介绍都是在于查找这样一个字符串 那么我们如果想实现查找成功之后 再替换被我们匹配的字符串 应该怎么办呢 可以用我们的这样一个sub这个函数 好,然后我们把鼠标停在这里 看一下sub的介绍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有123455的参数 好,那么第一个表示的就是正折表达式和我们Foundout是一样的 好,第二个就是一旦你匹配成功之后 需要被替换的 需要替换成的一个字符串 好,第三个试据是什么意思呢 第三个试据很明显就是我们要搜索的这样的一个原字符串 好,那么Count等会我们再解释 好,最后一个flags参数 flags参数就是我们之前刚刚上节课所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匹配模式 好,那么我们现在用一个sub函数 尝试着把c键换成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好,换成go语言 好,我们来换一下 第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正值表达式 那么我们要替换的话,首先就要精准定位到c c下符这个地方 好,所以我们直接打入一个c下符 好,第二个是这样的一个被替换的支付串 对不对 好,够语言 好,完了之后是这样的一个 匹配的原始支付串 我们用nanguage来表示 好,我们就先拿这三个 参数来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好,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c14.ty 好,我们发现我们打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成功的把c下符换成了我们的够语言 好,然后我们还有第四个参数 这个count count,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我们所学习过的默认参数 默认情况下面它是0 好,我们这里显示的 把0先给它传一下 好,那么0表示什么 0表示 这样的一个匹配将无限制的替换下去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这里有多个这样的一个c下符 我们再加上两个c下符 总是三个c下符 那么在默认值取0的情况下面 我们看下预行结果 它将把所有的c下符全部都替换成够 好,现在我们再把0长成1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只有第一个匹配到的c下符 被替换成这样的够语言 而剩下的两个都不会被替换 所以说这个count的意思就是什么 它就是指的是你匹配了之后 所能被替换的最大的次数 虽然在我们的language支付串里面 有三个匹配选项 但是由于我们设计的counts为1 所以说它只能被替换第一个 好,那么说到这里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Python里面 我们也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支付串的内置函数 就是这样的replace 我们经常也用replace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 支付串的替换 好,我们看一下 replace第一个它接受的 是你要被 你要替换的这样一个奖创 好,那么我们被替换的是c下符 好,新的支付串是go 好,这样就可以实现支付串的替换了 好,那么此时 我们再打印一下nanguage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nanguage被没 并没有被替换 对不对 好,这个地方就是要考大家的一个知识点 为什么nanguage在执行replace函数之后 没有实现替换呢 原因在于制服串我们讲过了 它是不可变的 如果你要实现替换的话 你需要新生成一个指数创 所以说我们需要来接收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重新把这样的一个结果 附给这样的一个nanguage变量 好,然后此时我们再打印一下 nanguage看一下 好,它成功的把c下符替换成go 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replace的说明 基本上算是我们正值表达是sub的一个简化版 所以说如果对于一些常规的替换 我们可以用replace 因为比较简单 用起来没有那么的费大脑 但是如果你想实现一种超强的 一种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替换 那么我的建议还是使用我们的r1.suf 好,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内置函数无法实现的这样的一些替换 或者是查找逻辑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对表达式 肯定是可以实现的 而对于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个内置函数无法实现的功能 我们的正对表达式也可以实现 好,然后我们再深入的给大家讲一个关于re.suf的一个用法 这个功能我觉得是相当的强大的 我个人使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把代码给还原一下 好 好,那么suf强大的地方在于 它的第二个参数可以是一个函数 好,让我们来定义一个函数 def 好,这个函数我们把它叫做convert 好,然后它接受一个参数 所以随便我们定义一个vn 作为参数名 好,然后我们来实现这样一个convert 好,这样我们先什么都不写 我们用passing站位符把它站住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re.suf 我们第二个不再给它复制一个gold这样的一个敞量值付传 我们把convert放在这里 好,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来运行看一下结果是什么 好,这里报错了 他说convert没有被定义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好,那么如果大家有仔细的听我之前讲的这个课 你就会知道passing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它是至上而下的 你在程序运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定义的convert函数还没有被执行 所以说它是找不到convert的 好,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函数放到前面 好,这样就可以了 OK,不会报错了 好,我们发现什么呢 我们发现我们这里的csharp消失了 看见没有 之前我们是python,csharp,java 对不对 但是现在python和java之间的csharp已经消失了 那么为什么只消失了一个呢 原因在于我们后面有这样的一个 e控制它的一个替换数量 那么一旦我们把这个1给删除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所有的csharp都不见了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convert这个函数 它是如何被我们sup所调用的 它对这样一个调用流程是什么 好,我建议大家仔细听我讲这样的一个流程 因为像这样的一种函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在我们python里面用的是非常多的 它并不仅仅是只在政治表达数里面用到 包括它在我们后面 比如说有一些像这样一个salt排序的时候 也会使用到这样一种形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流程 好,那么如果我们把一个函数作为sup的第二个参数 传到这个参数列表来之后 它的一个运行流程是这样的 当我们的正值表达式匹配到一个结果之后 比如说我们匹配到第一个csharp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匹配的结果传到我们的函数里面来 好,那么所谓说这个venu就是我们正值表达式所匹配的结果 放到我们具体的这个案例里面来看的话 就是csharp如果能匹配到 就是这个原始支付传里面有这个csharp 那么csharp将会被作为一个参数传到convert里面来 好,那么最终我们返回的这个结果 将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传 也就是说convert函数它的返回结果 将会被用于替换这样的一个csharp 好,那么为什么这里的csharp消失了 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返回 所以说这个csharp它就会消失 因为它被一个空,空字不串 就替代了 好,比如说我们这里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在这个venu的前面加上两个感叹号 然后在这个venu的后面再加上两个感叹号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好,我们会发现这里报错了 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什么 在于venu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它并不是直接就把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传到了这样的一个convert函数里面来了 好,所以说我们可以尝试着在convert里面打印 看一下这样的一个venu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这个venu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字符串 而是一个对象,看里面object 好,我们先不管这个对象是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 从打印的结果来看 我们的convert函数总共被调用了三次 对不对 为什么是三次 因为满足我们的匹配的有三个c-sharp 所以说它convert函数会被连续执行三次 好,那么下面我所要讲的是一个重点 就是确实通常情况下面 我们只需要拿到正值表达式匹配的结果 就是这样一个c-sharp就可以了 但是python它返回给我们的时候 它除了这样返回一个匹配的字符串的结果之外 它还会有些额外的信息 什么额外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span 大家看一下span 好,那么span它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它会告诉你当前的这样的一个 匹配的正值表达式在原字符串的位置 好,比如说我们第一个span 它是一个圆组对不对 圆组的第一个元素是6 第二个元素是8 也就是说我们所匹配的这样一个字符串 是出现在圆字符串的6号位到8 到这样一个8号位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匹配选项的span的这样的一个序号是6和8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6代表什么 8代表什么 好,我们来数一下 在C在C下方的C前面有几个字符 123456 也就是说这个span它的第一个6代表在我们所匹配到的C下方的前面有6个字符 好,然后它自己占用的是第7个和第8个字符 所以说最终就是6和6到8 好,所以说这里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它返回给你的6和8并不是说它的位置是6,7,8 因为我们C下方只有两个字符 对不对 所以说第一个参数表示的是 在我们的C下方它之前有多少个字符 有6个字符 所以说它是6 然后它自己占用的实际上是7,8两倍 所以说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理解的 好,然后同样的12到14 这个我就不再解释了 和6到8是一样的 它匹配的是我们原字符串里面的第二个C下方 然后17到19也是一样的 好,那么虽然Pathom返回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返回结果C下方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直接拿到这样一个匹配结果字符串 所以说我们要尝试着从它返回给我们的对象里面 拿到这样一个C下方的字符串 好,那么怎么拿到这样一个匹配结果C下方呢 好,我们说了 Vinue是一个对象的 我们可以教用Vinue的这样一个group方法 拿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结果C下方 好,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match的 表示我们所匹配的字符串 然后用group得到这样一个match的 好,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 来做这样一个字符串的操作了 好,相应的这里就不能再用这样一个对象和字符串相夹了 我们把它替换成match的 好,然后我们再运行看一下结果 我们发现现在以前的我们的C下方 被动态的 注意我强调的是动态的 被动态的替换成了这样的一个 加了这样一个感叹号的一个值 好,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像这样的一种形式 在我们Pathom里面用的是非常多的 好,那么下面我要说关键点的 这样的一种形式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好,那么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为什么呢 我们之前把C下方替换成这样的一个go 只是一个简单的示例 但是假如说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说我们替换的不是一个常量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我们替换的结果有可能 根据我们正在表达式的匹配的话 它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一个结果 并不一定都是替换成这样一个C下方 但是我们有时候又有这样一个逻辑 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匹配结果 做不同的这样一个替换操作 那么此时如果我们没有函数的支持的话 这个功能是很难去实现的 我们举个例子 我这里是拿了一个常量字符串在做匹配 所以说它每一次都匹配出的是这样的一个C下方 对不对 好 但是假如说我是这样的一种比较抽象的匹配模式 它匹配出来的可能是任意的这样的一种字符串 那么我们如果要对这样一个字符串 做不同的操作的话 我们需要写什么 我们起码要写这样一个if else 对不对 那么你在SAD函数里面 可以直接写这样一个if else表达式吗 不行了 怎么办呢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函数 大家听好了 可以把函数当做参数 传到这样的一个SAD函数列表里面来 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把业务交给我们自己去处理 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 那么从这个示例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函数的参数列表 绝对不仅仅只能传入我们常见的这样一些字符串 然后数字这样一些变量 它也是可以接收另外一个函数的 这一点就是我们Python非常强大的一个地方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函数当做参数来传到SAD函数里面 到底有什么作用 好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